十方如来 同一道故 出离生死 皆以执心 心言执故 如是乃至 忠实地位 中间永无诸委屈向 执心是什么样子 执心是道场 没有一点虚伪的 佛根阿南说 十方诸佛都是从执心而入道的 同一道出离生死 心根言 言跟心一定是一致想 但是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所有的言行都是不一致的 这一点我很有体会 我们所有的道友 所有见我的 跟我说的话全都是假话 不论出家的 在家的 都想见见老和尚 问老和尚这个 问老和尚那个 全是假的 不是真的 真话不能跟老和尚说 所以用这样的心又怎么能入道呢 执心是道场 佛为什么要说这些话 要用如来的执心来回答他 不能拐弯抹角的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口里就要怎么说 你看跟你说话的那个人 你看他的眼睛在一边转 他眼睛转的时候是在打主意 该怎么说 多数都是假的 佛对一切众生如是的嘱咐 说十方如来同一道 同一什么道 执心是道场 你要有出离心 出离就是执心 心中所想的 口里就所说 心言直固 这样子从你开始道中 这个中间一点弯曲向都没有 这就是十方如来同一道 我们讲大乘起信论 起信论教导我们 执心是指正念真如 大乘起信论讲三心 执心正念真如 你口里说话是表的声音 但是你心里头 跟这个声音两个的性是一致的 心言直 这叫执音 以这个执音所感的 果是真正的果 叫因果相应 因根果符合 这样从你开始发心到你成佛 中间是没有虚假的 没有委屈 没有这些像 这就叫执心 再进一步说身心 要修一切善法 身心乐即一切善 诸善行广大含义 第三个就是大悲心 大悲心是发菩提心 要救一切众生的痛苦 三心即是一心 所以佛主父阿难 你不是想要求无上菩提吗 现在你发了想言求无上菩提的心 你就真实回答我的问话 要真实 不能搞虚假的 执心是道场 咱们无论发心出家 即使出了家学了道 不管你十年 二十年 或者三十年 五十年 或者七十年 我现在七十多年了 执心的时候是很少的 大悲心 平常经常说要发大悲心 我们发的是一般的怜悯心 观自在菩萨的大悲心 我们都还没有发起来 还不理解真正的含义 不要说发了 还没有研究明白 所以佛根阿难说 你要想求无上道 你要发明你本来具有的佛性 怎么样才能得到 那你就执心筹答我所问话 佛为什么这样一再地嘱咐阿难 因为他在佛的身边 佛就知道他不是执心 所以这次是一再地嘱咐他 你一定要执心 我问你的话 你要执心地回答 不要虚假 所以我们一切众生发心想成佛 那你就应当执心 心要正直 所说的话要相符你的心 这就告诉你不要起分别 这样才能远离一切魔障 一有分别心就有魔障 不能执至菩提 执心是道场 帖哥 多优优独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